好,那這個是一個台灣早餐店常見的生菜沙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生菜沙拉的數量沒有很多 因為你看它的盤子這邊是這樣子的 那在這一整盤裡面呢 熱量比較高的東西有的是那個玉米的部分 玉米它本身就是一個Gi值相對比較高的 然後現在要小心的是這一份的那個 蛋沙拉,這個蛋沙拉是不是有混了洋芋 這是要小心的 那因為洋芋它會導致的就是 它的Gi值非常的高,熱量也很高 好,這是我們要小心的